大家好,早晨,今早9點3時,冬鐵發生故障,現在全線停鎖 我在現場有個同事在泰和站,我現在試試接通她 讓她跟大家說一下現場的情況 我現在打給她 不知道聲音會否收得到 喂,是,Hello,我是Ben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現場的情況 現場,我大概9點半停在泰和火車站 開始的時候,冬鐵線列車廣播說她是延遲5分鐘左右 整個客人都坐在車廂等候 後來過了5分鐘至10分鐘左右 就開始人們就不改煩了 接著就開始走出車廂去看 接著廣播就開始說 冬鐵線就會在這個站停服務 請客人就離開車廂 提供這個接駁巴士 但是現場呢,因為我現在在泰和站 人就很多 也都月台只有一個站長 也都被很多乘客去圍住 去問詢問的情況是怎樣 走到那個站那裡 也都沒有一位職員去指示乘客 應該去哪個點去乘搭這個接駁巴士 那現場有沒有廣播說些什麼 廣播只是說訊號故障 有沒有延遲多久 沒有說過 只是叫我們離開車廂 如果急的乘客就去 去乘搭接駁巴士 但是現場指揮去接駁巴士的地方 有沒有顯示或者有人幫忙指揮 沒有,完全沒有 是,那就很混亂 是啊,也有很多人 麻煩你,如果你待會有什麼最新消息 就告訴我們吧,好嗎? 好,知道,謝謝 我最後一件事想問你 今早的停是突然間停 還是預知會停 突然間停的 我大概是9時3 就想在粉嶺站上火車 是啊,當時信號也是非常順利的 也沒有說信號有故障 或者是點障 但是去到泰和站 只是說停5分鐘而已 是啊 好的,謝謝 如果你有什麼最新消息 就告訴我們吧 好的,謝謝你 謝謝 多謝我們同事在現場的報導 我今早也是第一時間打了給港鐵 那方面去了解他們的情況 據知他們現在還在搶收 有部份的乘客 也是在車廂上面 現在可能都 因為車停了 大家都要在這裡 受到延伍的影響 他們都盡量希望恢復 讓那些月車可以去月台 讓乘客可以轉乘其他車輛 另一方面 我們都留意到 港鐵近期 是正在做一個訊號的測試 因為有一個新的系統 每晚會在收車之後 轉到新系統 然後在開車之前 就會再轉到現在這個舊系統 直至去到整個訊號系統 是更新為止 才會用完新系統 所以在訊號系統由舊 轉到新做測試 然後再轉到舊 在它開始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表達了很關注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都會影響了整條冬鐵的服務 那這次到底是否因為 這個訊號系統的測試 而引起了整個冬鐵的訊號系統 在開始之前 我們也要求冬鐵 做好一些預備的措施 萬一出現了問題 他們有一套應變的機制 按照我同事現場的看法 那個應變機制 似乎是未發揮到作用 令到大家都好像驚慌失措 乘客是擔心之餘 似乎是暫裏 我們會密切留意有關的情況 第一時間向大家報道